基础物理2A 1-1 位移与路径 1-2 速度与速率 这是106年的平时测验 题组 民航机的飞行速率是540公里每小时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的速率是30公尺每秒钟 第一小题 民航机的飞行速率是汽车的几倍 第二小题 台北到高雄的距离是360公里 则民航机飞行需要多久时间 我们先看民航机 题目说民航机飞行速率是540公里每小时 一个是时速 一个是秒速 我们要比较民航机的速率是汽车速率的几倍 先把时速先化成秒速 所以民航机时速540公里每小时 时速变成秒速直接除以3.6 所以540除以3.6 这个除出来就是公尺除以秒 所以一除等于150公尺每秒钟 所以民航机的飞行速率是1秒钟150公尺 可是汽车是1秒钟30公尺 所以一个是民航机的速率 一个是汽车的速率 两次间相比 所以150除以30 等于5倍 所以民航机的速率是汽车速率的5倍 第一题 1的答案 第二题 台北辽高雄的距离是360公里 所以民航机飞行需要多久时间 题目要问民航机飞行的时间 时间是把距离除以速率 因为距离360公里 如果我们时速540公里的话 则距离360 除上时速540 量一除结果等于2分之2小时 然而1小时有60分钟 所以3分之2小时乘上60分钟 所以有40分钟的时间 因此台北辽高雄360公里 民航机飞行需要40分钟 所以第二题 C的答案 第三题 第四题是题主 汽车沿直线道路前进 以等速度24公尺每秒运动前半层 等速度48公尺每秒运动后半层 则第三题 全程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第四题 前半层所花费的时间 是全部的几分之几 我们现在旁边这个图 如果有一条直线道路 这里我们把它分成ABC三点 其中AB和BC距离相等 所以题目说 前半层的运动速度是24公尺每秒 A到B这个前半层 如果这边的速率是24公尺每秒钟 而BC是后半层 如果后面这边速率是48公尺每秒钟 题目要问全程的平均速度 因为AB距离等于BC距离 所以如果AB距离X 那BC距离也是X A到C全程距离会有2X 题目要问平均速度 从起点到终点 全部总距离有2X的距离 所以时间T等于X除以24 这是前半层的时间 加上X除以48 这是后半层的时间 我们把距离除以速度 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时间 因此等于48分之2X 加48分之X 结果等于48分之3X 这是全部的时间 这是全部的时间 上半层是8约分16 所以是16分之X 这是从起点到终点 全部所需要的时间 题目要问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等于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把ΔX除以时间ΔT 可是ΔX位移起点到终点 全部距离是2X 除以时间除以16分之X 因此等于2X乘上X分之16 所以X跟X约掉 2乘以16等于32 所以平均速度32公尺每秒 所以第三题 全程的平均速度是32 所以第三题 B的答案 这一题我们刚刚的方式是假设 前半层距离X 后半层距离X 如果我们直接带数字 则我们可以取前半层跟后半层 速度的最矫功倍数 因为前半层的速度是24 后半层的速度是48 24跟48最矫功倍数是48公尺 所以假设前半层的距离48公尺 那后半层的距离也是48公尺 因此全部的距离AC 把48公尺前半层 加48公尺后半层 所以全部距离96公尺 可是全部的时间 48公尺除上前面的速度是24 距离出于速度 这是前半层的时间 加上48公尺除上后半层速度48 这后半层的时间 因此 前半层的时间2秒 后半层时间1秒 全部的时间3秒钟 所以 平均速度 我们可以利用 全部距离96公尺 除上全部时间3秒钟 把距离除以时间 等于平均速度32公尺每秒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带数字的方式 找前半层割后半层 速度的最小公倍数 就假设它的距离 就假设它的距离 这样子也可以求出平均速度 这个是第三题的两种做法比较 第四题 前半层所花的时间是全部时间的几分之几 我们刚求出来 前半层把距离除以速度是x除以24 所以前半层的时间是x除以24 这个前半层的时间 除上全部的时间 全部时间是16分之x 因此前半层的时间除以全部的时间 我们把24分之x乘上x分之16 所以x跟x约分等于24分之16 分子分母除以8等于3分之2 所以前半层所花费的时间是全部的3分之2 所以第四题 C的答案 如果我们用刚刚假设数字的方式 因为前半层的距离是8公尺 可是前半层的速度是24公尺每秒 所以前半层的时间是2秒钟 可是全部的时间3秒钟 所以前半层的时间 占全部所有时间 2除以3等于3分之2 所以用数字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很快地求出 前半层所占的时间是全部的几分之几 这个是第四题 接下来也是题主 一个指点做直线运动 其位置时间关系如右图 以至每个10区的间隔相等 若以向东为正 则第五题 将xt图改成vt图 则何者的图形对应正确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xt图 这里总共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xt图往右上 表示速度是正值 而第二个阶段 而第二个阶段 ac这里是往右下的方向 表示这个速度是负值 cd这里是水平 表示这边是静止 所以这里速度等于0 而第四个阶段 这里是往右上 表示速度是正值 所以把xt图改成vt图 按照速度的正负值 它是正负0正的方式 所以正负0正 因此a这个图是错的 而c这个图也是错的 e这个图也是错的 所以只剩下b和珠这两个选项 这两个图形都是正负0正 正负0正 但是我们比较 第一段的时据和第四段的时据 在这两个阶段里面 xt图都是往右上的方向 表示速度是正值 可是第四段比第一段还要抖 因此第四段的速度会比第一段的速度大 所以第四段的速度比第一段的速度大 所以b跟珠这两个图形都符合 可是b跟珠两个选项差别在第二段 因为第一段跟第二段 第一段往上第二段往下 可是第二段比第一段在相同的时据里面 第二段比第一段还要抖 表示第二段的速度比第一段的速度是负的更大 所以在第二段的速度比第一段的速度是负的更大 所以只有珠这个图是对的 而在b选项里面 第一段跟第二段量速度的值是相等 所以b这个图 我们在比较第一段跟第二段时 b的图形不是最好的答案 所以最好的选项是珠的答案 这个是第五题 第六题 由xt图形判断下列合者正确 a b点的位置开始改变方向 我们看这个图上xt图 xt图的转折点表示方向改变的时候 因此图上改变方向是在a点的地方 a点是从往正的方向变成往负的方向 所以a点的速度方向改变 而再来是d点的位置 因为c到d这里是静止 所以本来a到b到c是往负的方向走 在c到d的时候稍微停顿了一下 接下来过了d点之后变成往正的方向 所以d点这里也是方向开始改变的时候 所以图中的运动方向改变 一个是a点一个是d点 而b点的位置是a到c一直往负的方向前进 所以b点的运动方向并没有改变 所以a这个是错的 b 指点b 指点b e两点运动方向相同 b这个也是错的 b点的位置是在ac阶段从正的到负的方向 而e点的位置是在d跟f阶段是往正的方向前进 所以b点是往负的方向运动 而e点是往正的方向运动 所以b两点运动的方向是相反的方向 所以b这个是错的 c 指点在cd之间做等速度运动 在xt图里面cd这个位置表示水平 因此速度等于0 物体是静止并不是等速度 所以c不对 珠 全程共有三次改变运动方向 珠这个是错的 全程只有a跟珠两次运动方向改变 不是三次 所以珠这个不对 1从7点到1点的平均速度为0 1这个是对的 因为平均速度是把位移除以时间 7点是在原点 1点也是在原点 所以7点到1点位移等于0 平均速度等于0 所以1这个正确 因此第六题 正确的只有1是正确 第七题 比较指点从7点至B点及1点的运动过程 下面哪些物理量会相等 假位置 从7点到B点 B点位置在原点 1点的位置也在原点 所以B点跟1点位置相同 假这个是对的 以位移 从7点到B点 7点在0 B点在0 所以位移等于0 7点到1点 7点在0 1点在0 所以到B点跟到1点位移都等于0 所以B这个是对的 C 路径长 路径长两者不相等 因为从7点到B点 是先走OA第一段 再走AB第二段 所以中间所走的全部总距离 这个是路径长 可是从7点到1点 所走的距离 包括从O到A这一段 再从A到C这一段 再从C到D 这里是静止 而最后从D到1 所走过全部的总长度 这个就是所经过的路径长 所以 7点到1点的路径长 会大于7点到B点的路径长 所以 两个路径长并不相等 所以丙不对 定 平均速度 因为平均速度 是把位移除以时间 从7点到B点位移等于0 所以平均速度是0 7点到1点位移等于0 所以平均速度是0 所以丁这个是对的 1.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是把路径长处以时间 可是 偶钢前面 丙 路径长 两者并不相等 从7点到中点 两个所经过的路径长 因为中间速度随时在改变 所以平均速率并不是定值 所以 从7点到B点的平均速率 还有7点到1点的平均速率 两个并不相等 所以5这个是错的 因此第7题正确的只有甲乙丁三项 所以第7题B的答案 接下来八九提示题组 有一个正五边形的花园 每一边长50公尺如右图 坚平平由A点沿着逆时针方向走到D点 融融由A点沿着顺时针方向走到D点 则第一小题比较两者位移跟路径 下列何者正确 因为题目说 平平从A点走到D点 A点到D点沿着逆时针方向 所以只走了两个边长 从A点到珠点总共经过两个边长 一个边长50公尺 所以A到1这里距离50公尺 而1到珠这里距离也是50公尺 所以从A点到D点总共经过了100公尺的距离 所以经过的路径长有100公尺 可是融融从A点到珠点 它是顺时针方向 所以是A到B到C到D总共经过了50 50再50总共经过了三个边 所以经过三个边路径长总共150公尺 然而两个人在行进的时候 起点都是A中点都是珠 所以平平逆时针方向A点到珠点 这时候位移是箭头的这个长度 而融融从ABC到珠虽然经过三个边 可是起点到中点位移还是中间的长度 因此平平跟融融两个的位移相等 因为起点相同中点相同 所以位移就相等 然而路径长 平平的路径长只经过两个边长100公尺 融融的路径长经过三个边长有150公尺 所以融融的路径长大于平平的路径长 可是两个位移是相等 所以第八题C的答案 第九题 若两人同时到达低点 则平平和融融平均数率比等于多少 提名要问平均数率 如果平平逆10升 平均数率是V1 融融40升 平均数率是V2 车平平的平均数率V1 比上融融的平均数率V2 平均数率是把距离除以时间 所以平平经过两个边长100公尺 融融经过三个边长150公尺 除以经过时间 题目说两人同时到达低点 所以同时出发 同时到达 经过时间都是T秒钟 所以时间都相同 所以T约掉100比150 等于2比3 两者的平均数率比2比3 所以第九题 1的答案 第十题 右图为甲鱼两车 远南北方向直线道路行驶的位置时间关系图 若以南方为证 则下来叙述何者错误 A 甲车与车同时间同地点向南方出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图上面0秒钟的时候 甲跟椅都在原点的地方 所以甲跟椅在0秒钟 他们都开始运动 而甲跟椅在一开始都是往正的方向运动 而题目说向哪方为正 所以甲车跟椅车最初都是向南方运动 所以A这个是对的 B 4秒末甲车和椅车所行走的路径长相等 图上4秒钟 椅是一条斜直线 所以以0秒钟在0 4秒钟在40公尺 所以乙在4秒钟 乙总共走了40公尺的距离 可是甲在4秒钟先从0先走到60 所以甲这里先走60公尺 再从60走到40 所以又走20公尺 所以甲所走的距离 总共走了60加20 所以甲走了80公尺 所以甲走了80公尺的距离 而乙则走了40公尺的距离 所以甲跟乙所行走的距离是80比40等于2比1 所以两个所经过的路径长并没有相等 所以B这个是错的 C 第6秒末甲车位移0公尺 乙车位移60公尺 图上面6秒钟的时候甲在0 出发点也在0 所以甲的位移60公尺 而乙6秒钟在60 所以乙的位移60-0 乙的位移有60公尺 所以第6秒末甲从0秒到6秒 甲的位移是0 可是乙的位移60公尺 C 这个是对的 主 两侧在第4秒相运 此是两侧运动方向相反 图上面 甲车跟乙车 第4秒钟都在40公尺的地方 所以表示第4秒钟 两车相遇在一起 可是在第4秒前后 甲是往负的方向前进 乙则是往正的方向前进 所以甲的速度是正值 乙的速度是负值 甲往负的方向运动 乙则是往正的方向运动 所以两车在第4秒末相遇 而在第4秒的时候 两车的运动方向是相反 所以租这个是对的 1. 第6秒末 甲车乙车路径长2比1 在第6秒末 甲车走的距离是先从0走到60 走了60公尺 再从60走到0 又走60公尺 所以第6秒末的时候 甲总走了60加60 所以甲走了120公尺 可是乙直线一条斜直线 从0走到60 所以乙的路径长 总走了60公尺 所以两路径长比120比上60 是两路径长2比1 所以1这个是对的 所以第10题 错误只有B是错的 11题 下一叙述何者错误 A 甲第一秒的速度 等于第二秒速度 图上面 甲在0秒到3秒 一条往正的方向斜直线 所以表示甲在0秒到3秒 它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第一秒速度 等于第二秒速度 所以A 这个是对的 B 第二秒时 甲车顺时速度是20 甲在3秒内 甲的速度一直都是定值 一条斜直线 所以甲的速度 V甲 这是在0秒到3秒之间 甲把60公尺除上3秒钟 所以甲在3秒内 平均速度是20公尺每秒 所以甲第一秒 第二秒 第三秒 速度都是20 所以B 这个是对的 C 甲在3秒内的平均速度是20 因为甲在3秒内 是等速度运动 等速度运动的期间 顺时速度等于平均速度 所以平均速度20 顺时速度20 C 这个是对的 Z 以在4秒内的平均速度是20 E 是一条斜直线 所以 以在6秒钟之内 从0变成60 所以 以的速度 是6秒钟走60公尺 所以 距离60公尺 时间6秒钟 所以 以的平均速度 10公尺每秒 因此 以在4秒内 平均速度是10 平均速率是10 因为 以的速度一直都是正直 所以以的位移等于路径长 以在6秒内 平均速度 平均速率都是10 所以 在第4秒的平均速度还是10 Z这个是错的 以 以在第2秒的顺时速度是10 以 这个是对的 以的平均速度就等于顺时速度 所以以的平均 还有顺时都是每秒10公尺 所以以在6秒钟之内 平均速度跟顺时速度都是10公尺每秒 所以以这个是对的 因此 11题 错误的 只有珠是错误 接下来 题组 如有图 为一个物体进行直线运动的速度时间关系图 若全部立时50秒钟 而且平均速度是24公尺每秒 则 12题 有关物体运动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假 全程共行进了1500公尺 以 全程共行进了1200公尺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这个图上表示在50秒钟之内的VT图 可是 全程的平均速度是24 所以 平均速度 是把位移 1200公尺 以这个是对的 并 等速度阶段维持30秒钟 丁 加速度阶段维持30秒钟 因为 这是一个VT图 VT图 全部整块面积 有1200公尺 我们假设 后面这一段 这是一个T形面积 上底是T秒 由于VT图 图形的面积 表示总位移 所以 上底是T 加下底是50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是30 再除以2 这整块面积 就是T形面积 1200公尺 所以 30跟1200 约分这里是40 所以 T加50 会等于80 所以 T等于30秒 所以 后面 等速度阶段 这里有30秒钟 可是 图上面 全部时间是50秒 后面30秒 表示 前面的加速阶段 有20秒钟 所以 等速度的阶段 维持了30秒 丙是对的 加速度的阶段 就是前面的阶段 这里维持20秒钟 不是30秒 所以 丁是错的 因此 12题 正确的 只有 乙跟丙两项 所以 12题 B的答案 13题 有关物体做等加速度的阶段 下列合者正确 甲 加速度阶段 其加速度量值为1.5 乙 加速度阶段 其加速度量值为1 我们先按旁边这个图 我们刚才上一小题 我们求出来 后面等速度的这个阶段 算出来的时间 这里是30秒钟 可是 全部时间50秒 所以 所以 后面30秒 所以前面有20秒钟 所以 甲克尔要问加速度的阶段 因为 加速度 是把 delta v 速度变化 除以时间 delta t 可是 前面的20秒钟 加速度是把速度变化 30-0 除上20秒 所以 等于30除以20 等于1.5公尺 除以秒平方 所以 前面加速度的阶段 它的加速度量值是1.5 甲是对的 所以 以这个是错的 丙 加速度阶段 总共行进了300公尺 因为 这是一个VT图 加速度的阶段 是前面的20秒钟 而选项要求行进的距离 所以我们利用VT图 求面积 所以 前面20秒内的面积 这是一个三角形面积 这个也是加速度的阶段 所以 加速度阶段 这块三角形面积 底是20 而高是30 再除以2 底层高除以2 是后面这一块 是前面这一块 三角形的面积 所以 等于300公尺 所以 在加速度的阶段 总共行进了300公尺的距离 所以 丙 这个是对的 因此 丁 行进450公尺是错的 5 加速度的阶段 平均速度是20公尺每秒 前面的加速度 因为全部位移300公尺 所以要问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是把位移300公尺 除上加速度的阶段有20秒钟 位移除以10千 这个平均速度 所以300除以20 除出来15公尺每秒 所以 加速度的阶段 全部有300公尺的距离 而平均速度是15公尺每秒 所以平均速度不是20 5 这个是错的 因此 13题 正确 只有甲跟丙 两项 所以13题 A的答案 14题 一图形分析 物体在前半层与后半层的平均速度 比值等于几比几 因为我们刚求出来 在50秒钟之内 全部的整块面积 有1200公尺 所以前半层的距离 delta x 如果要求前半层 全部有1200 除上前半层是前面一半 所以有600公尺 所以前面600公尺 后面600公尺 因此 我们用VT图求面积 我们先求后面图形的面积 所以首先 我们假设 后面这一块 是T秒钟 如果这个时间 是T秒钟的时间 则后面这一块 我们直接求图形面积 因为底是T 乘以高是30 底乘高 这是长方形面积 等于600公尺 所以T等于600 除以30 所以表示要20秒钟 因此 后面这里这个T 一半的距离 600公尺 需要20秒钟的时间 所以全部50秒 后面有20秒钟 表示前半段的距离 有30秒钟的时间 因此 前半层的平均速度 V前半层 比上V 后半层 前半层跟后半层 都是相等的距离 都有600公尺 可是 后半层的时间 就是后面这块四边形的面积 是20秒钟的时间 所以后半层的时间 这里是20秒 而前半层的时间 是利用全部的时间50秒 扣掉后面20秒 所以表示前面的阶段 有30秒钟 因此 把位移除以时间 这是前半层的平均速度 比上后半层的平均速度 所以600跟600约掉 因此 等于20比30 所以等于2比3 所以前半层的平均速度 比上后半层的平均速度 是2比3 所以14题 C的答案 15题 挺挺的用价热去爬宽阴山 如果它上山的速率 是1小时16公里 而下山的速率是1小时48公里 这挺平往返一趟 平均速率等于多少 我们先按旁边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个 山上跟山下的一个直线道路 题目说 利用价热爬山 上山速率是每小时16 从山下到山上 上山的速率是16公里 每小时 而下山的速率 则是从山上到山下 这里有48公里 每小时 所以上山再下山 假设整段距离是L 于是 从山下到山上再来回 全部走的距离 Delta X 是上山距离L 下山距离L 总距离是来回 走了2L的距离 可是 全部上山下山 所花的总时间 T 等于上山距离L 可是上山的速率是16 加上下山的距离是L 可是下山的速率是48 因此 等于48分之 前后项乘以3 所以分之3L 加上后面 48分之L 所以加起来等于48分之4L 所以题目要求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 我们把总距离除上总时间 上山下山 总距离是2L 除上 全部的总时间 是48分之4L 可是 48分之4L 约分 等于12分之1L 所以 平均速率 是把总距离除上总时间 所以总距离是12 所以上山下山 总距离2L 总时间 是把上山时间加下山时间 等于12分之1L 因此 等于2L 除上12分之1L 所以变成乘上L分之12 L跟L约分 等于2乘12 所以是24 公尺 每秒 所以 往返一趟 全部的平均速率 是24 所以15题 C的答案 接下来题组 直线上运动物体的VT图 如右图 是回答下列问题 16题 图中 AP2点的值是多少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这是一个VT图 VT图图上面 我们晓得0秒的时候速度是-6 6秒钟的时候速度是12 9秒钟速度维持12 15秒钟速度-12 可是A点B点 这两点的时间坐标不知道 所以一条斜直线可以分成左右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会相似 因此 左边跟右边两个三角形 左边的三角形高这一段长度是6 右边的三角形高这一段长度是12 所以两个三角形的高是6比12等于1比2 因此 左边这里坐标是T 右边这里坐标这个是2T 因为三角形的边长1比2 可是全部6秒钟 所以T加上2T等于6秒 所以3T等于6 因此T等于2秒钟 所以A点坐标等于2秒钟 这是D点 接下来B点坐标 因为一条直线分成左右两个三角形 左右两个三角形会相似 左边这里高这边边长 这个是12 右边三角形这个高 15秒的时候这边-12 所以这个长度也是12 所以左右两个三角形边长1比1 边长1比1 所以左边这里如果T 右边这里也是T 可是9到15全部是6秒钟 因此T加T等于6秒 2T等于6 所以T等于3秒 所以B点坐标 所以B点坐标 等于9再加3秒 因此B点坐标是12秒 所以B点的坐标是12 A点的坐标是2 所以AB是2和12 所以16题B的答案 17题 物体在15秒内总位移是多少 因为VT图图图形下面积等于位移 可是这个图形分成三块面积 第一块面积如果叫A1 第二块A2 而第三块A3 第一块是在两秒内所走的位移 如果这块面积是A1 则A1三角形面积底是2 而垂直的高是6 除以2 所以第一块面积等于6公尺 因为在横轴下 表示往负的方向走6公尺 第二块面积A2 A2等于 这是一个T型面积 左边这一点是2 右边这一点是12 所以底边是10 因此上底是3 加下底是10 乘以高是12 再除以2 这是第二块面积 因此2跟12约分这里是6 10加3 13乘以6 等于78 所以第二块面积 表示往正的方向 位移是78公尺 第三块面积A3 这是12秒以后的面积 这是12秒以后的面积 12秒到15秒 底是3 而高是12 所以3乘12 除以2 所以12乘3 36 除以2 等于18 第三块位移是18 所以按照图形 在一条直线上面 一开始从原点出发 第一块面积表示往负的方向走6公尺 这个是负6 第二块面积表示往正的方向走78 所以第二块向右朝正的方向前进78 第三块面积18 所以表示往负的方向走18 所以这块是向左18 因此 总位移 delta x 等于 先往负的走6公尺 往正的走78 再往负的走18 所以总共走了 78 减24 所以是54公尺 所以位移54公尺 17题 C的答案 18题 图中物体最大的正向位移量值是多少 我们看这个图上 一开始先往负的方向走 然后又往正的方向走 往正的方向最大的位移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因此 在B点的这个时间 就是即将要回头之前 因为过了B点12秒钟 这个时间12秒 过了12秒之后就往负的方向 所以在折返之前 最大的正向位移 就是12秒钟的时候 而这个位移的量值 会等于 往负的走6公尺 往正的走78 所以 全部最大正向位移 是72公尺 所以 这个是第18题的 最大的正向位移 是72公尺 18题 1的答案 成功不是偶然的 失败也不是偶然的 唯有积极面对 才是影像成功 避免失败的关键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